济州街道空无一人,网友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部署,望得,让中国游客开始报复,2017年3月17日报道,中韩关系因韩美部署大德而恶化,中国游客自发抵制富汉旅游,不久前3200名中国游客,拒绝在济州岛下船,每年吸引300万中国游客的济州岛,如今已被危机感笼罩。 不仅机场冷冷清清,而且街道上空空旷旷,首尔,浮山的新日热点也跌入冰点,突围3月15日的济州国际机场,国际航线出境大清,有报道也说韩国猛大型旅行事人士的话称,截至本月11日,此前每天为90人的中国游客,12日起降至零,突围仁川机场入境处,2016年4月起满外国游客, 而相关景区也出现游客大量减少的状况。15日上午,集中设联动保健接触空无一人,中国的报复措施超乎预期,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关州和话,15日下午召开海中通商民关协议会,宣布散衍中国的报复措施,蒙受损失的企业,紧急提供4000亿汉人的资金。 突在2016年9月21日,中国游客络绎不绝的首尔中屈拟摄跌,冷静的人川机场, 熟日上午,人川国际机场入境大清,看不到中国游客和迎接他们的导游骑士。 熟日上午,人川国际机场入境大清,看不到中国游客。